我给你举个 哈喽 我现在正在这个 醒醒白废柴的这个节目录制现场 完成去想拍一个Vlog 所以说 让我拿着这个相机出镜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操汉的孟能载 操汉小公主 此次担任的是想班长的 是刘晓松旁边的旁边的同志 就是你和他 你们是一对是吗 对 我是一对 一个对是吗 对 一个对 儿化言得去 不能说对是吗 对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晓松的小明镜 姐哥哥 跟我同个刘晓链 叫D应该是应该的 因为我比他大伞 你哪去的 我大了 我90的 他确实有遇到最终的 是 我说那个松哥也不是第一次演战 合作过很多鬼 他实际上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直播间的小姐姐 不是 就是他的才华 才华很帅气 人帅气 人帅气 别怕我太帅气的脸 就是这么帅气 哎呦这个造型好皮吗 好瘦脸 是我不能来回动啊 我得最多对着 但是反正只要是躺在窗下的出来 好 今天这个还行啊 对 今天还是 今天还是你主持吗 我主持主持 那个大家 我今天是工具人 大家现在还是挺喜欢主持人 关键是我现在觉得你镜头里我特丑 今天一点都不丑 说丑不丑 你放心绝对不丑 我上镜那么丑 后期是可以给你修的 你放心 可以修脸呢 真的 什么意思我脸大 你要是觉得你脸大 我们就可以更丑 这是什么 不可能 那个导演你好 问两个问题啊 你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嘉宾刘小彤 在这个节目里表现的怎么样 冲情半面天 就是刘小彤是这个 刑警和废柴子半面天是吗 你可以这么一点点 一个眼神自己体会 好谢谢导演 呃 首歌 是一个好的 就是梦醉了 他真的很好 他真的很好 但是 其实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做节目的比较 非常的照顾 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文化沙漠的属性 嗯 呃 绿洲之所以 绿洲一定是要有差不多存在的这样子 绿洲才会存在 所以 这个 我心里不太思想 首歌 是一个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我看真的 好 是一切一切一切 较大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